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第三讲学到的命题连接词有密切的关系 首先我们知道命题连接词是干什么的 命题连接词是用来把基本命题变成复合命题 或者把已有的复合命题变成层次更多的复合命题 那么现在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什么是命题连接词 我们说命题连接词是一种函数 那什么叫函数 函数是一种用数学上的话来说是一种映射 那么也可以通俗的说是一种计算是一种处理 比方说我们在小学学到的加减乘除 这就是四个函数 加法就是一个函数 你给我两个数 比如说给我一个一给我一个三 我用加法进行处理我给你一个结果说四 你给我一个三给我一个五 我用加法处理以后我告诉你这是八 那么减法乘法除法同样都是不同的函数 不同的计算不同的处理 那么函数也可以用来处理一个对象 比方说平方 这就是一个函数 你给我一个三 我告诉你九 你给我一个负四 我告诉你十六 这就是平方 那么还可以有很多 比如说加倍也可以的 你给我二 我告诉你四 你给我八 我告诉你十六 这个也是函数 那么我们说命题连接词 它也是一种函数 我们来看常用命题连接词的真值表 我们看到 比方说 这个蕴含就是一种函数 因为P和Q 你给出两个都真 那我告诉你是真的 前真后假是假的 前假后真是真的 前后都假是真的 这个是蕴含 蕴含是一种函数 那么比如说等值 它又是一种函数 前后都真是真的 前真后假是假的 前假后真是假的 前后都假又是真的 那么这又是一种函数 那么这种函数 我们说 它比我们的算术里边 在数学里边碰到的函数 要容易得多 因为我们在数学里边碰到的函数 它可能是在自然数上的 可能是在实数上的 或者是在有理数上的等等 而我们这里很简单 我们这里函数 蕴含也好 等值也好 否定和举习取都是 它处理的对象是什么 它处理的对象是真 假 就这两种情况 那么它所得到的结果 也是真 假 两种情况 真和假都是真值 也就是说 这个函数 它的定义域 它的值域 都是真值 所以我们把这样的函数 我们叫它真值函数 刚才那个表上我们已经看到 就是每一个连接词 每一个命题连接词 比方说蕴含 比方说等值 比方说吸取和取 它都相当于一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的定义域是什么呢 是真值的集合 也就是说真假里边取一个 那么 它结果是什么呢 它的结果还是真值集合本身 也就是说还是从真假里边取一个 比方说刚才蕴含 蕴含它有前件和后件 前件你从真假里边取一个 后件你从真假里边取一个 然后你给了我前件是什么 后件是什么 然后我告诉你 这个蕴含 比如说前件真 后件假 那我告诉你 这个蕴含的值是假 那么它得到的结果还是一个真值 所以这个函数就叫做真值函数 那么我们看在这里 我们的每一个命题连接词 它都对应一个真值函数 就是否定是一种算法 它处理一个对象 核取西取 这些它每一个它都是处理两个对象 处理两个对象 最后得到一个结果 当然我们前面说过 核取可以是三元的 可以是四元的 也就是说它可以处理三个对象 四个对象 西取也是这样 而否定一次处理一个对象 但是这个都是什么 都是函数 所以每个命题连接词 它都是一个真值函数 我们再看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复合命题形式 那么复合命题形式也是一个函数 这个复合命题形式 P吸取Q 何取非P 非Q 你看 P和Q 它有真 真真假 假 真假假 一共有四种情况 在每一种情况之下 整个这个复合命题的真值在这里 前真 两个都真 它是假的 前真后假 是真的 前假后真 是假的 前假后假 是假的 你看 这也是一个函数 也就是说 这个复合命题形式 它也是一个函数 那么这个真值函数 它的函数值 怎么出来 怎么知道呢 就是它所包含的基本命题 也就是命题变缘的真值 还有它包含的命题连接词的性质 来决定的 我们来看 比方说 刚才这个 我们看 这个为什么是假的 因为 这个真 这个真 那么这个和这个是一样的 它也是真 那么根据这个 它处理为假 这两个处理为真 这个和这个做合取 它处理为假 所以呢 它的这个假 为什么是这个假 因为这个P和Q 是这样的真值组合 另外 这个吸取的性质 这个否定的性质 这个合取的性质 共同决定了 就是在这一行里边 它是假 在每一行里边 它是真 或者是假 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它的这个函数值呢 由命题变缘的真值 和命题连接词的性质 所决定 每一个复合命题形式 对应一个真值函数 比如说 这个复合命题形式 它就对应一个真值函数 但是呢 不同的命题形式 它可以对应相同的真值函数 比如说 这两个不一样 这个是P运含Q 这个是非P吸取Q 这两个命题形式是不一样的 这个只包含一个命题连接词 这个包含两个命题连接词 但是当我们 但是我们看 当它们的真值 就是P和Q的真值组合 同样的情况之下 这个复合命题形式的真值 和这个复合命题形式的真值 是一样的 真假假真真 你看 真假真真 因为每一行里面 你看 真真真真 真假真假 假真 假真 假假假假假 这个四种情况是一样的 那么每一种情况之下 真我也是真 假 我也是假 这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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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明 这个复合命题形式 和这个复合命题形式 这两个复合命题形式不一样 但是 它们所对应的真值函数 是一样的 那我们在数学里面也是这样的 你A加B 和B加A是不一样的 但是 它所得到的结果 是一样的 A加B和B加A 形式上不一样 但是它得到的结果 是一样的 我们这里也是 这两个形式上不一样 但是它得到的结果 是一样的 那么 我们运用真值表 就可以知道 就可以确定 任何一个复合命题形式 所对应的真值函数 也就是说 我们就可以知道 在命题变远的各种真值组合下 这个真值函数 它的值 也就是说 比如说 我现在写了这么一个复合命题形式 它对应于什么样的真值函数呢 也就是说 它什么时候真 什么时候假呢 很简单 你在它的下面做真值表 真值表做完了以后 你就可以知道了 在两个都真的情况下 它是真的 前正后假的情况下 是假的 后面也是一样 所以 你写出一个复合命题形式 我们就知道 它对应于什么样的函数 或者说 我们就知道 它在什么时候真 什么时候假 那么现在我们有个相反的问题 我们现在需要一个真值函数 我们确定 我们希望它在这种情况下真 在那种情况下假 怎么样来把这个命题形式找出来 比方说 刚才这个 我们不看这个 我们说 我们需要什么呢 我们需要 在这个真 这个真的情况下 它是真的 真假 假 假真 假假真 我们希望在P和Q的这种真值组合之下 得到的这个真值函数 得到的这个复合命题形式呢 是真假 真真 那么你怎么会找出这么一个复合命题形式来 这是我们啊 这个下面要做的这件事情 怎么样为确定的真值函数 找出相对应的命题形式 那么这个问题呢 既是一个理论的问题 也是一个应用的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 大家知道命题连接词 否定 何取 吸取 那么我们知道 数字电路里面有一个所谓 飞门 雨门 祸门 就是这个开关 有飞门是一种 雨门是一种 祸门是一种 那么也就是说 它对应一个什么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装置 飞门就是说 我把这个开关打开 这个灯就不亮了 我把这个开关关上 这个灯反而亮了 那是飞门 雨门 两个都通 两个都开 这个灯才亮 只要有一个关上 那个灯就不亮了 祸门呢 两个只要有一个开着 那个灯就亮 有这个几种不同的这个开关 那么我们每一个复合命题形式 如果它是包含着否定 包含着吸取 包含着何取的 那么它呢 实际上也对应着一个电路 比如说 飞P吸取Q 它就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P 前面加P 用一个飞门来处理 然后P用飞门处理以后 跟Q之间 它们用一个货门来处理 那么这样 得到的一个装置 得到的一个线路呢 那么就和这个真值函数 它所对应的这个真值表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把P 这个连上一个飞门 然后把这个连上飞门以后 跟Q连上一个货门 那么得到的这个装置 也就是这个灯 那什么时候亮 什么时候不亮呢 跟这是一样的 就是你P和Q都开着的时候 这个灯是亮的 P开着Q关上 这个灯就不亮 那你Q关上 P打开 P关上Q打开 这个灯是亮的 两个都关上 这个灯也是亮的 那所以 每一个复合命题形式 对应一个真值函数 而真值函数呢 它对应一种开关电路 那么所以也就是 那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复合命题形式 它所对应的那个装置 那个灯什么时候亮 什么时候不亮 这三种情况之下 这个灯是亮的 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灯是不亮的 那我们现在反过来 就是我们要求 在什么时候这个灯亮 在什么时候这个灯不亮 我们现在问 你这个电路怎么画出来 当然这个有关的课程里边 它专门有这个告诉我们 根据这个要求 怎么样来画这个电路图 那么我们这个用逻辑呢 也可以 我们先写出这个复合命题形式 然后把对应的这个电路呢 就可以画出来了 所以这里有应用的这个价值 所以下面我们要来研究的就是 怎么样被已经确定的一个真知函数 找出跟它相对应的命题形式 然后就下个人感觉 有关的那种情况之下 那么我们先写出什么事 我们先写出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先写出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先写出这个灯